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特方第十一章 第十九节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厄 是容易的 我的丹子 是轻散的 我开始发现一件事 我发觉我自己的经历 似乎跟这一班 可以说Kennahagen的学生 所出来不同 这班人先是从医治别人 看到别人好回 然后有机会自己都会经历医治 但绝大部分 很多时候他们都在吃药 病死 甚至是病死 这个事实上是最后的事实 但原因就是我跟他们不同 我自己是第一手经历100%的医治 而我也是像Kennahagen 或者Lis Sumlough 或者All Robert 在凭死的情况第一天 去认识神的医治 Lis Sumlough在17岁 All Robert也在17岁 Kennahagen在13岁 都是他们在凭死当中 经历神的医治 在短时间刹那之间100%的医治 Lis Sumlough是废牢 他们是废牢得医治 所以在当时是没有医治 但他们也像我这样 一医治之后 他们19岁 已经来中国 大陆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做了一个暴徒家 所以可以说成为一代的伟人 就是单纯凭这个信心 去经历神的真实 但是当时他们所经历的 我所说我跟他们类似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三个 当时所经历的医治 那种级数是他们那个时代没有的 超越了那个时代 然后在整个时代当中 我们知道 All Robert是教信心种子 就是说杀种的律 是他教出来的 但当时他不是说一百倍祝福 而是说双倍 想起来Kennahagen才将他 变成百倍 一百倍的回报的教导 事实上Kennahagen这个一百倍的回报 真的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但如我所说 他说的很多东西 我发觉是我自己经历到 但我没有办法 将他一百个百分比 教导给我身边的人 我发觉最多 只能够为病人祈祷 或者让人经历 最多最多 在我们的群体当中 是有五个百分比的人 是经历到这种真实 这种真实是没有办法推诿的 骨折会即时好 一些人会直接跟断了 会接驳回 肿瘤会消失 这种真实在我们当中 都一样有出现 但是最大问题 就是 就是个百分比的 但是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类似他们 因为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不是承接他们的时代 而是突破了自己的时代 所以我自己 如果现在看回的时候 就明白神 为什么让我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我不是承接我的时代 我是突破了自己的时代 他有的限制 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 我很着弱的 去介绍给人知道 神的真实 我很实言实此的 去告诉别人 而我亦按着信心的教导 我不会说消极的事情 那结果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教导 用我们的丰富的知识 以及见证 以及有些无可推诿的 他们亲眼看到这些神迹医治 他们亲眼看到的 这些坐轮椅 或者拿拐杖来 可以拿着拐杖来 离开这个医治 最会 但是我们说服到100%的病人 但只能够医治到 里面少过5%的人 其他95%的人 是因为相信信心医治 他们不看医生 不服药 而死得很惨 这是我所发现 word of faith 所有的问题 当然我不否定 这些人有机会 凭着信心死 在神的面前 在永恒里面 得了很多的祝福 但问题就是 我们不能够推诿 所有信心医治的病人 尤其是重病或者绝症 是95% 他们不值得医生 不值得医药 因为他们相信了 信心医治 所以他们完全会否定 药物和医生 而里面这100%当中 真的有5% 事实上我们教会 甚至能够提升到10% 但是word of faith的所有教会 是低于5%的人 其他95%是会死的 是会离世的 你觉不觉到这件事很残忍 我觉得这件事很残忍 但普遍 word of faith的教会 他不能够说消极的东西 也不能够承认这件事 95%不行 他一定要针对1%可以 这个就是信心 才可以由1%变5% 但当我头过几年 我都未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矛盾 因为你开始教会 你未见到那么多病人 但当我们越来越接触病人多的时候 我发觉这个矛盾就很严重 而当我拼命看书的时候 我发觉 普遍的word of faith的教会 原来有这么大的漏洞 是未填补的 就是说你能够治疗 这1% 或者你教会 甚至能够治疗10% 当然 这个只是普遍 只是Francis Center 才能够做到 其他教会 没有一间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那90%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本身带着神 一定会医治100%的心态回来 但是我所见的 原来我当时 是自己经历到的 甚至 写这本书的 Kennahagan 他是这样教的 但是问题 我自己经历到 但是原来 Kennahagan 或者甚至 Orobert 他们自己经历到100%得意志 但是其他他们身边的人 他不是的 没错 这三个人能够 真是将一个 没有医治的世代 突破到 是有几个百分之的医治 但是普世 这一班所谓 二手信仰的 受教于他们而出来的人 都是维持着这个情况 不是100%在身边的人得意志 甚至不能够超过5% 但是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也知道 就是一个 绝对寄望100% 自己会痊愈的人 在重病当中的心情是如何 因为我绝对知道 在那段我重病的时间 我就算去出街 我就算见到一棵树 我都会摸一下这棵树的树皮 就是想想这棵树下年在 但我就已经不在了 我看看很多建筑物 这些建筑物有一些 当然我知道 这些建筑物永远不会存在在这里 但起码我知道 那座建筑物下年在 但我自己不在 那种的心情 那种灰暗 那种的绝望 而是希望 找到一丝的盼望 和希望的心情 我是很了解的 所以我知道患了绝症的人 那种的心情是如何 那种的痛苦是如何 而到最后 还要面对无尽的黑暗 去离开这个世界的话 我觉得是很残忍的 我自己经历过 我就知道 当你被宣布了死刑的时候 等候你死亡日子到的时候 无论你有多大信心 但那些都是非常不好受的 但就如我所说 在当时经历了这个 可以说 这么大的神迹 当我回到香港 不是说我能够做到 50分或者100分 但我知道什么叫做 神的50分 我知道什么叫做 神的100分 当我在那几年当中 慢慢地研究 努力去弱进 我们教会的神迹 基本上是能够 能够治愈超过10% 因为我们除了 学习了Kent Hagen 我们有涉猎群书 我们有看 All-Robert的教导 我们有看 Lessis-Sumlo的教导 因为Lessis-Sumlo 和Kent Hagen是不同的 Lessis-Sumlo 和死了的Dead Prince 主力都是赶鬼的 他赶鬼是帮助一些 另外一些重症 能够好 All-Robert 就去挥人祈祷的时候 有很多重症能够好 是因为被鬼附着的病 他会治愈的 但他怎知道 原来当他为人祈祷的时候 他会有烈烈 由左手跳到右手 右手跳到左手 左手跳到右手 他就知道 这是邪灵 当他赶了那只鬼 那人就痊癒了 但仍然是那种 他们从来没有办法 超过在聚会当中 100%的病人 是从来不能超过 5%痊癒了 他们一生的总和 大约是1%的重症 去振退 那些人是痊癒了 但是真的会好 那些人是很戏剧性的 是你没有办法 推诿那些人 不是来自神的 这也是为什么 他能够带起福气的原因 《马达方》第11章第29节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握 学我的样式 只要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握 是容易的 我的单子 是轻散的 我心愿见正全阳 愿我将身心 光阴奉上 人生只盼为神 佛亮 尽算着热烈 光辉指向 愿我心红红燕亮 人生愿我 温适逝中尘 用我追悉 力量 天风与主 唱我心全阳 歌唱 要求出赞美 世上遍地 回响 常陪起属天意象 努力抗争 见到志热烈 心不冷却 终于幻变 也欢迎 见中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